上海普通机场达成航班飞赴伦敦 刘翔特意背上了一款红色的新树包 迎接即将开始新赛季 确保居民身体健康 在湖州市安极县恒商务村 贺国强勉励大学生村官朱晶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广阔天地施展才华体现价值 在杭州市西湖区龙井村 贺国强叮嘱当地干部 进一步帮助和引导村民提高茶叶种植和旅游服务质量 使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沿途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时 贺国强强调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 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在17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是贺国强此次调研的重点 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继承和创新 理论和实践 自律和他律 全面和重点 治标和治本的统一 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利保证 考察期间 贺国强听取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纪委的工作汇报 对浙江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希望浙江广大干部群众 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进取 扎实工作 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近日发布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水利部副部长胡子一表示 这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来 我国首次对该制度的实施 做出的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 三条红线 确立水资源 开发利用控制红线 用水效力控制红线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考虑到2030年是我国用水高峰 意见明确提出了三条红线的管理目标 到2030年 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 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 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内 水质达标效率提高到95%以上 本台记者跟随长沙城管朝阳中队进行了夜查 周玉贵夫妇因为违章摆摊 11个凳子和一个小推车被城管暂扣 我们来继续收看长沙城管蹲点日记 第二天周玉贵夫妇来到了长沙城管朝阳中队办公室 第一就是你这个噪音调言咬名 这个老百姓有意见 第二个就是地面保洁的问题 就是说你们讲的 我把它扔的这个一次性的筷子 塑料袋子 把土的这些食物残着 那个地本来就不是那个颜色 现在都黑乎乎的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没法清理 那个时间越长 那地方这个地面越长 都是走路都打滑 那老人那小孩在那里摔了娇 他找谁去 他不可能去找你嘛 找你不打嘛 第三个 你把那个鸡飞隔离带 你们上次把它卸下来 把马鞍道也阻断了 按照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占用人行道 天桥 绿地等场所进行摆摊经营 相关部门可以暂扣其经营工具和物品 并处于50到500块不等的罚款 考虑到你家里面这个实际困难 那么按照最低的标准 对经营行政策划 交完50块钱的罚款 阿里周一贵两口 应该去餐库领回暂客的东西 可他俩却一直没有离开中队办公室 当天城管队员老黄就带着周一贵去找房子了 但一圈转下来 他们每看一处门面几乎都是走马 晚上周一贵一家又回到了朝阳二村红街 支起了夜宵摊 周一贵告诉我们 他渴望有一个门面 可以体面地做生意 不用每天同城管打游击而担惊受怕 可是门面租在郊区生意又不好 租在闹市区一间几平方的门面 每个月光房租和水电费就要好几千 而在外流动摆摊 却只被城管暂扣桌椅板凳的 还有百十来块钱的罚款 路边经营成本低 为了多赚几个钱 一些流动商贩就选择了与城管打游击的生活 但这正是城管队员的烦恼 你还好这个绿发带 这不是个农牧市场 老板 卖冰子的卖冰子的 你看底下高得一套幅头 修补济修的底下一套幅头 如果说周围的居民群众老是举报 我们不去 那肯定也是不对的 这个是执助所在 但是说我们去 一股脑全部给他收了 那么他这一家人的生活又成了问题 我有时候好像自己又犯了个错误 当时的这个心情是非常的矛盾 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明今天宣布 中国政府特使 外交部副部长翟俊 将于17号到18号访问叙利亚 下午翟俊在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中方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发展 呼吁叙利亚有关各方 立即全面停止暴力活动 开启政治对话 翟俊说中方对叙利亚危机不断升级 深感忧虑 敦促俊利亚有关各方 立即开启不附带先决条件的包容性政治对话 共同协商全面政治改革方案和机制 尽早举行新宪法草案公投和议会选举 组建由各派力量参与的民族团结政府 在此基础上全面实施改革方案 我们也呼吁叙利亚政府能够认真地倾听人民要求变革要求发展的合理的呼声 我们也呼吁叙利亚的各个政治派别能够通过法治的非暴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翟俊表示中国是阿拉伯人民的朋友 愿与各方一道为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据悉访问叙利亚期间 翟俊将与叙利亚政府及有关方面就当前叙利亚局势交换意见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宣判首批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 被告人黄俊杰 陆俊 万大雪 周伟新 吕峰等9人 被判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等 广州市众医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被判300万元罚金 由第四军医大学历时20多年完成的心脑保护的关键分子机制 及为数期心脑保护新策略 和和面部战伤缺损仿真修复及功能重建两项成果 荣获了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是四一大连续四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央电视台驻天津记者站今天在天津举行成立仪式 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的记者站布点工作圆满完成 至此中央电视台在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道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 伊朗专家15号将首批国产核燃料棒 装载至德黑兰研究用反应堆 伊朗总统 伊朗完全杠上马总统也让监督交接的司法院长赖浩敏 非常尴尬 被总统召见摸摸摸摸 我对你失望特别 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不是我去求来的 我从来没有去求过怪 最高法院交接典礼上新就任院长护杠了 最高法院院长杨仁壽直接再抢马总统 马总统保密将保密分案 驱绝为公开审判的反面词 或者将它污名化 驱绝为秘密分案 还亲自指示下届最高法院院长 也就是今天就任的杨仁壽长 要他来跟党 以总统的高度 做这样亲爱审判前的指示 我们实在很为总统不辞 连珠湾炮后浪尖交了司法院长赖浩敏 脸色超级尴尬 台下却掌声不断 因为传出马总统接受部分法官建议 有意要废除最高法院 在审理案件的保密分案 不但让杨仁壽不以为然 甚至还拿出马英九在市长任内 特别废案来呛瞎 在别党在执政的时候 他在建言的时候 刚才有讲过 大家还是他该无罪还是无罪 这是保密温暖的结果 马总统强调连任后要坚持司法改革 动作还没到位 已经先踢到不小的铁板 东森新闻林业佑 吕士奇在台北报道 总统大选过后 第一个大型两岸文化交流 在北京文化的 在今天的台北松山文化文创园区 今天展出 北京市政府把北京著名的 七九八文创园区整个搬到台北 同时还把二十几个北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原汁原味的移到台北现场 制作跟表演 用一场道地的台式古镇外交 无论武师为大选过后 第一场两岸大型文化交流 北京文化周揭开序幕 有比以往的文化周 这次北京市政府可是下中本 把北京著名的七九八艺术园区 扣运到了 松山烟厂改建成的文创园区 这因为北京的七九八和台北的松山园区 都是属于古籍活画 这展品一放进去 那感觉就像一模一样 那一个堂堂北京州 如果只有七九八 那就太逊了 松山馆推出的旋律 可是代表超过百年的制作工艺 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 还有被台湾称为扯铃的斗空竹 这些都是被列为北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次主办单位总共带来 二十多种传统制作技艺 由老师傅现场制作和表演 想看看一张纸 如何在经过十分钟后 就能够变成栩栩如胜凤凰 不妨就走趟松山文昌园区 一探就近 多人新闻 陈光真来 在台北报道 好 今早再转到大陆长春 有个众所皆知的馒头姑娘 她成名的原因不是 她做的馒头特别好吃 而是她嘹亮的歌喉 她经常一边做馒头 一边唱歌 很多顾客都是听到歌声 才来买馒头的 谢霍川啊 爱要要要到吧 谢霍川啊 随手拿起小红筋边甩边唱 嘹亮的歌声 整个市场都听得到 她就是长春最火的馒头姑娘 有些人是啥的 就是下班挺累成的 就是客人是啥的 馒头都挺累成的 玩家挺喜欢我唱歌的 我一唱完歌了 她妹跟着心情也特别好 馒头姑娘今年才22岁 可别以为她只会唱歌 半年前和爸爸在市场里 租了个摊子卖馒头 每天揉面包馅料得心应手 随口哼哼唱唱 没想到歌喉大受好评 我们商场没有 她一点气氛没有 她一来这商场里 很有气氛 冷静的商场 因为有了馒头姑娘 顿时热闹了不少 很多人都是冲着她来 小女孩那个唱歌特别好听 我就因为她唱歌好听 才那个经常过来买馒头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冷静的商场因为有了 就靠着这一副好歌喉 不但成为市场活招牌 也带来商机 东森新闻最任务蔡锦伦 综合报道 好 如果你在大陆 买名苹果的话 小心会吃到一大堆的蜡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多 大陆一名男子 在市场上买了五个苹果 咬一口后来发现 苹果瓶上面好像有东西 所以就拿刀子出来刮一刮 没想到这五颗苹果 让他一刮 刮出250克的蜡 刀子在苹果上来回不停地刮 还不需要太用力 居然就刮出了一层白白的蜡 大陆湖来一名男子 就这样一口气 把五个刚买回来的苹果 全部都刮了一遍 但这一刮可吓死人 因为居然从上头刮出 多达250克的蜡 火一烧蜡立刻都融化了 但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记者不信邪 跑到超市随便买一颗来刮看看 没想到真的有蜡 是保存的 其他没有什么 就色泽的这方面 对 就色泽亮一点 漂亮一点就是 超市店员强调这些蜡都是水果蜡 可以吃下肚的 说是如此 但万一业者用的是工业蜡 那又怎么办 没想到主管机关是这样回答 消费者的投诉 有关部门的回应 竟然只是轻描淡写的提醒 说最好去皮再吃 这样的回答 不知道您是不是满意 反正我不满意 官员这种推卸责任的回答 连新闻主播都听不下去 偏偏大陆先进一段管理机制 没有检验这个部分 下次到大陆今天要吃水果 恐怕真的要削皮吃 比较安全 道争新闻综合报道 这么大片的美丽樱花 不是在日本 而是台中的武林农场 这边的樱花已经盛开 八成 25号前往国会山 分别会见了 美国国会众议长伯纳 和参院两党领袖 习近平表示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 支持中国全国人大 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开展对话交流 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当天还在华盛顿出席了 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 并发表题为 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美好明天的演讲 当地时间15号晚间 习近平抵达美国中西部农业重镇 埃奥瓦州首府德梅因 并出席了州长 布兰斯塔德设下的欢迎晚宴 习近平在晚宴上发表讲话 结合埃奥瓦农业大洲的特点 寄予中美两国关系 枝繁叶茂造福当代 责备后事 昨天 国家工商总局上海市政府 在湖发布 国家工商总局 关于支持上海十二五时期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意见 提出了支持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 18条政策措施 工商总局党组书记 局长周伯华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韩正 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正表示 上海将以政策出台为契机 狠抓落实 确保每项政策取得时效 国内规模最大的人民币国际头戴基金 赛领国际投资基金 昨天在上海成功完成 120亿元人民币的首期募集 该基金将通过助力本土企业海外投资 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流动 对加快上海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 和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建设 具有重要作用 上海市市长韩正 向基金守募成功发来贺信 新标准对申请者的户口年限 收入财产 以及单身人士年龄的限制 都进行了大幅的放宽 将从3月1日起实施 新标准将原来的 具有上海城镇长住户口连续满7年 且在提出申请所在区县的城镇 长住户口连续满5年 分别放宽为3年和2年 此前透露的金石房放宽标准 3人以上申请家庭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调整为6万元 也就是每人均月收入5000元 人均财产不高于15万元 而新标准对两人及以下申请家庭收入 再次大幅放宽 人均年收入放宽为7.2万元 也就是人均月收入6000元 人均财产也放宽为18万元 而单身人士单独申请时 女性申请人的年龄 也从年满30周岁放宽到28周岁 此外 新筹措的京市用房房源 主要有米航浦江鲁汇基地 浦东周康航拓展基地 松江四京拓展基地 家定云祥基地等项目 由于近两年土地征用 及开发建设成本上涨等因素 房价与以前供应的房源相比 将有一定提升 部分项目的地理位置也会相对较远 据了解 少量2011年两批次供应后的多余房源 也由于一年多来 财务成本增加 价格会有所调整 东方卫视记者谢倩上海报道 另外 昨天上海市房管局 归土局 财政局 地方税务局等四部门 联合下发了通知 宣布从3月1日起 调整本市普通住房认定标准 要求住房实际成交价 低于同级别土地上 住房均价的1.44倍 内环价格每套低于330万元 内环外环间的每套 低于200万元 外环外 低于每套160万元 此外 普通住房按1%到1.5%征收契税 同时 对房屋过户 未满5年的普通住房 免征营业税 另外 上海市公积局管理中心 日前发布了 2011年度的 本市公积金运行分析的报告 报告显示 受市场成交地迷的影响 住房公积金 各代的规模 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不过 政策调控中始终强调的 刚性需求 并未受到影响 每10户申请公积金 房贷的家庭当中 有9户为首套自住房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表示 去年共规及住房公积金 和补充公积金 约467亿元 同比增长近20% 而缴存职工也同比增加 一成多 都创下历史新高 在各代发放方面 楼市调控下 去年上海商品房销售面积 大幅萎缩12.6% 使得公积金各代的发放额 也出现了12.5%的下降 不过 这其中 手套房购房贷款户增加 占到了90% 据悉 目前上海正在研究 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的范围 除支付房屋租金外 还将在一定条件下 允许利用公积金支付物业服务费 进入二月以来 上海的楼市成交依旧处在低潮 不过春节后的 首波的租赁高峰 已经如期而至了 上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情况 而高端二手房市场 近期的租金更是上涨明显 其中 陆家嘴板块的某高端物业 月租两年 涨了两万 长假过后 上海的二手房市场租赁业务 回暖明显 房价过高 让不少二手房买家转为租客 这也直接导致了 高端租赁房源的持续走敲 现在有一些买客 因为由于房价的缘故 有买转为租 所以有长期的租客 还有一个带于一些 办公楼的招商引资 所以一些外企的客源 所以现在客源很充足 我们这边的房源非常的缺 记者发现 租赁房源紧缺 不仅让中介销售感觉头疼 同时也在间接推高 部分城区的租金价格 据不完全统计 以浦东陆家嘴为代表的 多个高端业务聚集区 均有约20%的租金涨幅 个别楼盘两年内 租金上涨超过50% 但依然抢手 业内人士分析 在限购政策 让不少人转售为租后 部分租金承受能力较强的白领 正在尝试体验式 先租后买的模式过渡 昨晚 中超市